旅选听我说,世界我来播 本期旅选关键词 营收净利双增 迪士尼新魔法显灵了 近日迪士尼公司发布了 2023财年四季度业绩 财报显示 迪士尼第四财季营收212.4亿美元 同比增长5% 净利润2.64亿美元 同比增长63% 随着观众的观影需求 逐渐转向移动端和线上 走过百年路的迪士尼 也在家里一步伐 扩大流媒体业务和市场影响力 本季度为迪士尼采用 新的财务报告结构的首个季度 将业务分为了娱乐体育体验三部门 其中包含流媒体业务的娱乐部门 营收95.24亿美元 同比增长2% 迪士尼在多个财季 曾反复强调地提高流媒体利润的承诺 也在第四财季有所实现 迪士尼家的用户总数达到1.502亿 在外部环境好转 出游不再受限之后 迪士尼的主题公园业务 逐渐成长为现金牛业务 也在为公司转型给予现金保障 本季度主题公园业务 实现营收81.6亿美元 同比增长13% 经营利润达17.59亿美元 同比增长31% 收入和利润的上涨 部分是平均票价 及体验服务价格的上涨所带动 同时迪士尼在加大 对旗下主题公园和邮轮业务的投资 未来10年预计投资600亿美元 来为游客尽可能提供 与高票价相匹配的服务体验 我是Bria关注我了解全球旅游资讯